北京有两个大学毕业生小张和小王 他们所学的专业相同背景相似 通过海头简历 他们同时拿到了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的offer 和某国企传统呼叫中心客服的offer 但因为大学刚毕业 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 在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实习期 能够拿到的工资只有2500 而在某国企呼叫中心客服 却能拿到3200元的工资 看着手中的两份offer小张小 虽然生活和工作压力会大一点 但是互联网还是比较有前景的 在互联网公司 接触的都是比较前端的互联网信息和技术 对于整个行业的变化 也能第一时间了解 同时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相信以我的能力 过不了多久 生活压力就不会这么大了 于是小张选择了 只有2500元公司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小王思考的则和小张不同 他想 我才刚毕业 进入社会也需要循序先进 客服这个工作就挺好 只是要处理解答客户的疑问就行了 而且这家还是国企呢 工资比那什么破互联网公司要高700 700对于刚毕业的穷学生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况且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2500块钱的工资 真的只是勉强够生存 于是小王果断选择了呼叫中心客服的工作 多出的700块钱薪资 的确让刚毕业的小王生活不那么窘迫 但客服工作实在没有什么价值 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客户的各种疑问 做了几个月他就跳槽了 因为只有当客服的工作经验 整转换了好几家都不是很理想 5年内一直如此 他想要找工资高一点的工作 但是每个行业经验都不丰富 直到现在 小王还在不停地换工作 为生活奔波 为自己的前途规划 相反 小张那家互联网公司发展得很好 他的学习能力很强 很快就成了一个具有价值的人 升职加薪从来小不了他 5年内 一家公司的沉淀 使他对互联网思维 具有自己独到的想法和见解 尽管公司极力挽留 但他还是决定 创立一家属于自己的互联网公司 竟也搬得很不错 现在他也成了年薪百万的老板了 故事到这里基本就讲完了 小张和小王两个人相同专业 相同背景 同一起跑线 为什么小张能够脱颖而出 而小王只能留于平庸呢 我们不得不说 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 就是思维格局 你是什么样的思维格局 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就决定了 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思维是人类最本质的资源 也是足以影响人成败的关键因素 它蕴藏在大脑中 你怎样利用它 它就会给你带来怎样的人生 思维灵活 目光长远 格局远大 你才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人生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